欢迎回来林志坚的论文案 他说指导老师陈明通 最后在台大有没有什么处置 一时好像苦苦等不到一个结论 但是最新有一个爆料消息 是由台北市医院王洪威提出来的 他说陈明通有一个时间点 跟林志坚指导他论文的时间 前后有个很奇怪的捐款 400万前面在指导之前 跟后面陆陆续续 而且给得很急 都是200万 200万去赞助陈明通两岸谈判的 研究团队 这个经费都是今年105年前后 这个半年的时间捐进去的 所以当他质疑说 学术机构变成政商金库吗 这个钱是用来干什么的 总不会是论文指导费 那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还是有其他跟党的用途有关 变成一个议员现在质疑的问题 刚刚我们也制作单位 去问了国安局要 陈明通这里有没有一些新的回应 他是说现在还在了解当中 还没有回应 但是蔡英文总统 那民众见不到他 很久很久没有被媒体访问过了 700多天 那里长如果有机会 想要跟总统成行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 有个里长只是想说 想说要成行而已 就被保护了6小时 彰化这个里长气坏了 听听他的谈话 曾经听到蔡英文总统 好不容易要来合理 新政力 台天空要来奉猎 我们这位里长 我来照照的就是要来跟蔡英文总统 来欢迎 公开的问题 一大堆 知道我们这条 我们合理分局的电话 告诉我说我们要去参加 我们要透过国安局的人 来把我们关心 参加到我们这些里长 听到之后我们都不敢参加 就是里长被限制6小时 被监控着 然后如果要去 要跟国安局报备吗 那当然民众难道有总统 想要跟总统有个成行的机会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里长 所以大家就心里害怕 就不敢参加了吗 这也是一个现在的SOP 蔡总统他不是谦卑再谦卑 心中有一块最柔软的劳工 到哪去了呢 再来看看蔡总统 最次在选战 当然大家说民进党 到底是冷处理还是热处理 除了抗中宝台 就是要让投票率降低吗 是这样吗 找了一个最新的代言人 叫做学定真的女儿李维 但在这个选战的过程当中 一下到台北 一下子到苗栗本身 学定真的女儿 可是却对于爸爸讲话 对于把学生分成 去中国住好了 还是台湾人 这个分开来 或是很多争议性的言论的时候 只是帮他说 这是阿伯的苦口婆心 那么对于这些所有的议题 年轻人的选票 或是新的 想要争取年轻选票的做法 只有到这里了吗 没有别招了吗 这选情是不是产生了一些 很微妙的变化当中 朱大 我觉得简单的讲 如果会有一个阿伯 苦口婆心的 叫你滚去中国住的话 这阿伯实在是一个 很坏心的阿伯 他根本没有要听你讲话 我觉得 蔡英文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哪有一个国家的 民主票选出来的总统不接受赌卖710几天 不接受问题 所有东西交给发言人讲 记者要问问题 一律不回答 是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状况 他不能回答吗 我唯一看到这个总统讲话的时候 现在只有在助选的时候 跟他脸书小编留言的时候 连我们跑去脸书骂他 他都不回 请问蔡英文总统到底人在哪里 在想什么 我们都不清楚 我最后简单的讲一下 年轻人也不是那么好骗 你找一个人出来 说要返乡投票 结果你爸爸骂年轻人 你爸爸说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讲高端 为什么不跑去中国住 我只是想说 民进党现在是不是推出 新一代的大义灭青 就是你叫你女儿出来 呼吁大家回乡推翻你爸爸 否则我实在不能想像 民进党以前那么会选举 怎么会选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去看每一个这些影片 底下留言都在骂他们 那难道是网友错了吗 难道又是境外势力 不是 民进党没做好 川丁老师怎么看 这次他们的选战操作 年薪票的部分好像很不一样 我真的是以劳卖劳 我在想说 当年我们在党外时代那个时候 后来有一些 因为民进党事件 很多先生或者男的都被抓走了 很多女将都出来了 我回想一下 陈菊 许龙淑 周清玉 甚至是林英雄老婆方树民 男子说他吕秀莲好了 杨祖君 曾欣怡 或者苏清玉他们 哪一个是以颜值取胜 他们当年在街头的时候 望军找归 那个面对多大镇压的时候 这些人如果颜值取胜 像这个什么 包括什么民众党那个学姐 我在讲说那怎么回事 你到了这个政治进步取向 进步价值了 现在都推这种颜值 然后再吸引年轻人 大家看表象 我不是说这位李维 就一定没有内涵 可是你民进党 没有凸显他的内涵 你没有让他们真正的本事 凸显出来 让家族看表面 比如说大家肤浅来肤浅去 看得漂亮的就更重 那些长得不好看怎么办 他们如果扎扎实实工作 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最早还骂那个什么菜啊嘎 你自己长得也不怎么样 你还选出什么十大 然后美女什么型的 这个什么东西 你这不是很差劲吗 你是靠颜值取胜而起家吗 你现在变成网红 对不对 结果他们就这个颠倒的操作 所以我看到民进党 这个时候都是用这种 然后声光电话各种各样 都是用讨好的 然后把年轻人当笨蛋在那边耍 我是觉得很堕落 我这边去南部 南部那个乡级 当时自己变成 民主奔赦动 说到这样十条 要去掉东西 所以说你这个是受不了 你民进党就是拿不出真东西 都拿这种表面包装的 你说表面包装下面发生什么事 王洪文威 這下又弄出一條來了 陳明通到現在不敢回應 說真的有點怪 你台大本身要這個學術資源 國科會各種教育部 你可以拿很多錢 這位一個叫陳榮權的 忽然間用匿名 先後 這個應該是2016年 三月捐一次 九個月又捐一次 各捐200總共400萬 這四百萬 捐給一個研究案 新竹物流的 你這個社會科學的研究 四百萬是很大拐 理工科的 那個是當然叫 陳明通你要出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匿名 現在被掀出來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那個時間剛好是 林志堅在寫論文 林志堅又跟這個陳榮權 他們又到什麼紫風車 又常常在一起 交情匪遣 這位陳榮權 原來在一個叫新竹物流的 當一個營運長 捐了錢之後沒多久 就到我們國營台塘有投資的 賺了26%的一家 更大的一個物流公司 忽然間就升董事 董事長這樣 這下面有沒有一種 很奇怪的現金流 跟權瑞之間的對流 我們就搞不清楚 問陳明通 今天說真的 這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是說 民進黨是 包括高端下面到底有什麼事情 包括疫苗 疫情 包括口 下面有沒有什麼見不得的 龐大的利益 那你現在推出這種漂亮的一些顏值 還跑去這樣到日常 我有參加那個蔡英文的那樣 就是那位什麼李偉 在那邊講一些可愛的話 包括什麼吳亦隆 我都找這些帥哥 要找年輕的 民進黨幹嘛你起床 我再次跟你講 從陳菊 取榮署 方樹敏 呂秀蓮 什麼楊祖君 這個曾信儀 這個蘇信儀之間 哪一個是用顏值取勝的 他們當年在街頭是一步一腳印 面對鎮壓的時候 有靠漂亮嗎 不是這樣 但是那個精神 那個拼命 那個付出 我不曉得我們這位漂亮的小姐 丈的爸爸 給她這麼多的機會 陳時中現在競選總部裡面 一大堆官二代 一大堆這些東西 你們這些二代 假囚假令 筆筆筆筆 這個能夠對得起當年那些前輩 能夠不喪失創黨的精神嗎 請問 何寬哥 這個以前 馬英九在當總統那八年 跑總統府的記者 非常的兇悍 黃偉翰他們那批人 他也不管藍的綠的 他們覺得他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所以即便是藍的 對馬英九也很兇 現在蔡英文當總統當了六年 藍綠的跑總統記者一起躺平 我也不管你藍的綠的 反正剛剛朱大講 700多天 700多天賭不到麥 我去做別的SOT 我做完了就下班 他也無所謂 總統府記者還是有聯誼會 聯誼會在幹嘛 也不知道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媒體這條路 基本上是沒什麼用的 這個在野黨在國會這部分 我也不談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這個 這個不是國際新聞 這個就是簡單講就是 大陸跟美國的國防部長 昨天在柬埔寨開了一個會 然後他們從裴洛西的事情之後 兩邊斷掉的東西 通通都開始復談 就是裴洛西八月那個事情 我們那時候不是吵架嗎 不是都我不見你電話 已讀不回嗎 現在他們又開始談 可是觀眾朋友 當美國跟大陸又坐下來談的時候 我們的海峽中線不見 你可以跟大陸講說 既然你們跟美國合好 那海峽中線的默契回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沒有系統性的 重甘拔起民進黨抗中保台的 那個東西 你沒有把它徹底的把它弄清楚 國民黨在黨做的就是 我要一個選舉 禮拜六投票的勝利而已 我如果贏的 就是我僥倖贏的 我如果輸的 所以因為淺秋 我們不能去談這個民調的數字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雖然我們不能公布民調 可是在各大政黨裡面 他們滾動式的民調 這一天都在做 會做到投票前一天 他們要知道哪個地方需要補強 只是不能公布而已 我們今天要期待說 禮拜六的投票 剛剛鄭老師講的 我同意一半下架民進黨 然後換國民黨上去 或者換民眾黨上去 所以你不是說 地方新的選舉 不去談抗中保台 而是你到底有沒有 直接告訴老百姓 蔡英文的這執政 這六年的執政 包括陳時中 包括這些防疫 對不對 包括陳建仁 高端的業務員 那些是一個集團 而是所以前秋 我不太喜歡去談 王畢生跟薛瑞源 因為你禮拜六選票打開 不會有他的名字 你談那兩個幹什麼 而是這個真正的權力來源 是蔡英文 是蔡總統他決定 他六年多的執政 結果我們今天搞成這個樣子 你應該是整個 重根把他拋棄 但是顯然 就這樣說 是他最初的 身體 有的 有的 有的